今天Wippy 去開調景嶺站 突然發現調景嶺地鐵站內 有些特別的東西 通常月台上都會有些椅子 地鐵站的椅子設計都比較特別款式 但調景嶺那裏就發現 它的椅子再不同些 例如看看這張照片 引起了Wippy 的興趣 就想分享給大家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Wippy 珠仔 Channel 這個新的椅子 就這樣看調景嶺站門口 沒有特別提到 就算進入到站內 其實你都不覺得有這些不同類型的椅子 唯一你會發現大堂那一層 有洗手間 將軍嶺地鐵站 好像只有調景嶺站 有洗手間 進入了閘內 是有的 好了 我們不說洗手間 看看剛才那樣特色的椅子 是甚麼來的 調景嶺的特色 就是月台有兩層 其實這些 這麼特色的擺設椅子 Wippy 和它是椅子 好像藝術品 但應該可以坐的 其實就是在最底層 才有的 你上多一層 月台是沒有的 Wippy 發現了一組之後 就用了少少時間 兜了一層 發現最底層 起碼有三組 這些特別設計的椅子 它的設計概念 應該是找到 調景嶺的建築 新的、舊的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因為它拿了一些 調景嶺舊的屋的照片 以前調景嶺的樣貌 就拼了新的照片在上面 下面就做了一些類似屋子的椅子 其實我們定鏡看看 是一份藝術品 為甚麼呢 它有幾個意念 譬如黑白色 就說回以前的屋 其實調景嶺以前是一個寮屋區 那些屋子 全部依著山坡 一間間 那些調景嶺的人 自己去建築 就不是有發展商 全部自己建築 最初是自己建的鐵皮屋 後來就有一些磚屋 後來這個 這個寮屋區 就在97之前 就清拆了 就填了海 現在呢 變成了今天的圍景彎本 或者是城中站這些位置的樓 其實就以前 就是調景嶺的山坡寮屋 填了海 變成今時今日 它就把新舊的設計 放在一張照片 然後呢 就把它變成一些可以坐的椅子 所以呢 即時吸引Wippy 的注意力 原來這些椅子 是港鐵的藝術的項目 這次呢 它就拍了在調景嶺的設計學院 攜手合作 去做了這幾件藝術品 包括呢 港鐵應該有些贊助 然後呢 就是給設計學院的導師 他跟五位 設計學院高級文憑的學生 一起研究 調景嶺的發展歷史 然後再看回以前遼屋區 和現在呢 調景嶺新的建築物的風格 從而設計中 設計中 這三張 不同特色的椅子 其實是一份 挺有歷史意義 又是設計的神緒 又實用的椅子 所以呢 所以呢 Vippy 看到呢 就覺得很有趣 也都很吸引 所以呢 直接呢 就出一條影片去分享給大家 那麼呢 設計這幾張椅子 有五位藝術家 那麼呢 這張 通告呢 其實都有 若謀提回他們的名字 那麼多謝這幾位藝術家 另外一個位置 這個呢 比較高一點 可以靠在這裏的高椅子 那麼呢 在這個地鐵站的底層的月台呢 其中一邊那裏 那麼呢 其實最吸引Vippy 注意力呢 其實就是這個 那麼呢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呢 加上後面的照片 就想起呢 令Vippy 想起 以前的那些 那些寮屋的設計 那麼呢 所以呢 就 覺得呢 都頗有意思 所以很想出一條影片 去分享給大家 那麼 是今年九月呢 才擺出來的 我想擺了兩個月左右 那麼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 還是大家已經見過呢 那麼 那我秉承回Vippy Channel 時事留心即學問 所以Vippy 見到 就馬上跟大家分享 那麼 那今集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時事學生 又學問 到Vippy Channel